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oogle 来Google 去 然后有时候Google 到的东西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像 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各位看到那个 像为什么我的程式 跟网路上的程式有时候真的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真的不怕比较 像刚刚同学就是资料夹可以删掉 那如果像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原来没有那个资料夹 那我要先怎么样 先检查一下资料夹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 就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样要怎么做呢 所以应该就有同学 我之前没讲 就有同学 他就去Google一下 是否存在 目录是否存在 然后我就找了一下 有这么多 然后我就随便点了一个发现 他有提供 程式 写这么多 这么多 这 会有人直接把它COVID拿来用 也可以啊 是可以弄 可是说真的 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 其实不用 其实就只有 这样子 这样就好了 如果 这个目录不存在的话 你就告诉他 那个目录 有没有存在 然后后面记得就是 逗点 多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预设是用 找档案 但如果你不是要找档案 你是要找什么 找那个目录的话 那你就是要用这个 Directory 这个你就要选这个 你要找的是目录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如果找不到 就刚刚一样 跟DIR不是 DIR等于空的就是 找不到 意思是说我找目录 我刚刚是找档案 我现在是找目录 就这样而已 城市真的就这一行而已 可是我刚看了一下 网路上 居然可以写这么多 应该 他是不是还做什么其他功能 我都不知道 不过 他前面又订一堆 然后还 on air OK好 反正也可以参考 还有一堆 另外还有用什么 Directory 是什么 用System 也可以用很多其他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城市 没事不要写那么多 对不对 你很多方法 但是像我的习惯我讲过 我一定选那个城市最短的那一个 我讲过了 我城市越短越好 城市没事写那么多干嘛 又不是要赚稿费 对不对 然后越简单越明白越直觉越好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 如果等于空的 检查的是目录 如果没有那个目录我做什么 就是去MKDIR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可以再找一下 Google 你可以 我刚才也Google一下 那个建立目录 WBA 网路上还蛮多 也是写了一堆 OK 可是说真的 只有一行 你干嘛没事写那么多 所以MKDIR 后面就给他一个目录名称 这样就搞定了 我们试一下 把它按F8 目前我把那个目录给删掉 对不对 所以目前桌面上没有那个目录 他会出现什么 检查不到 这个目录存在 不过特别注意 没事不要多加这个 多加这个会变成 他去检查 这个目录里面 的根目录 一定会检查失败 所以 再来的话呢 帮我建立这个目录 不过建立目录 记得要完整的 词叠 还有目录名称 还有最后这个才是关键 OK 那就把它建立起来 有没有发现 马上就建立起来 有很复杂吗 没有啊 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 程式真的不用写很多 但是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反而你写 最怕是有同学是 东扣一点 7扣一点 然后扣到最后呢 全部都不是自己的东西 那最后为什么会错 一定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最 最惨的 OK 那基本上的话呢 全部再把它全部执行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 当他没有 那我就建 一定不会错 OK 那 这个部分的话 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这边主要是用的 两个东西 DIR 跟 MKDIR 这两个都还蛮好用的 那至于还没有更多用 我是建议的 你干脆按F1 好像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关说明 关于那个VBA怎么样去 建目录啊 甚至还有山目录的 比如说你目录要删掉的话 其实里面也有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